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乔信是有自己工作的 虽然工资不是很高 但一个月四五千的薪资也足够养活他自己 并且能剩余出一部分钱来解清家庭的压力 后来因为乔信怀的是双胞胎 孕期反应比一般人要大很多 所以他和刘凡商量之后还是辞掉了工作 在家安心养胎 可以这么说 自从乔信辞职在家之后 他和婆婆的关系就一天比一天糟糕 最开始婆婆只是看不惯他闲着 总爱给他找点事情 但到后来婆婆对乔信完全是哪哪都看不顺眼 觉得他就是一个外人 就是一个累赘 对于婆婆的各种刁难 乔信是有好好沟通 好好解释的 但婆婆根本不把乔信的话当回事 还总是在他面前说不就是怀个双胞胎吗 还有人怀三胞四胞的呢 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着气的 婆婆说的这些话乔信也和柳凡聊过 柳凡的态度就是 他是我妈 我不能跟他对他干 要不然别人会说我不笑 你作为我老婆要和我一件宵敬爸妈 凡事能人则忍 没有办法 乔信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为了他和柳凡的婚姻 把所有的委屈都吞到了肚子里 有的时候婆婆太过分了 他也只能跟婆婆对两句 然后偷偷地跑到房间里哭 日子就这么过着 十月怀胎 乔信非常艰辛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 一个小孩就已经让人够累了 乔信一下子要带两个孩子 真的是忙得晕头转向 所以就算生了孩子 乔信还是没有回到职场 依旧在家当全职太太 不可否认 两个孩子的出生让原本就不太富裕的家庭 生活压力变得更大了 乔信没有工作 花任何的钱 就只能伸手找疗烦药 一开始疗烦态度还是挺好的 每个月都会直接把工资交给乔信 但后来在婆婆的挑拨之下 柳凡把工资卡收了回去 从那以后 乔信和女儿们的生活过得是相当的凄惨 乔信想要给女儿买点东西 都得求爹爹告奶奶般的和柳凡商量 就算柳凡同意了 他也不一定能能道歉 因为他和柳凡中间始终搁着一个婆婆 而婆婆一直都是重男轻女 对乔信的双胞胎女儿并没有太多的感情 甚至心里还有一点厌恶她们 一次偶然乔信听到了婆婆和柳凡的对话 婆婆说 钱你自己要管井了 不然给你媳妇拿去花了 反正都是两个女儿 能养大就行了 你说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 一下子生了两个女儿 想要再生一个吧 又觉得压力大 我的孙子啊 看来是没有指望了 婆婆的话深深地伤到了她 同时也让她觉得很自卑 很卑微 但她真的没有想到婆婆会那么狠心 会用那么冷漠的态度对待她和女儿 有一次家里的奶粉喝完了 乔信小心翼翼地跟柳凡要奶粉钱 柳凡没多说 只给她了五百块钱 结果这事被婆婆知道了 婆婆硬生生地从乔信包里把那五百块钱拿走了 乔信为此跟婆婆争执了起来 婆婆 那是我老公给孩子奶粉钱 我真的没有乱花钱 婆婆没给乔信好脸色对待她吼了起来 我儿子的钱我说了算 都多大了还喝奶粉 吃点米糊糊就行了 我们那个时候都这样喂 最后那五百块钱乔信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她在找柳凡要的时候 柳凡也不搭理她 后来还是公公偷偷给了乔信一点钱 乔信才跟女儿们买了奶粉 因为这件事婆婆还跟公公吵了一架 公公吵不赢婆婆 只好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管了 后来乔信实在收不了婆婆 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母亲非常的生气 自己的女儿不是让别人欺负的 那天婆婆又故意找事 对着乔信就大骂起来 这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打开门是母亲来了 后面还带着亲戚们 只可把婆婆吓了一跳 母亲看到乔信的样子 直接就开始砸开家里的东西 婆婆在一旁哭听海娘的 最后母亲拉着乔信和孙女对着亲家说道 都是当妈的 我女儿不是让你欺负的 既然你这么做 那就让两个孩子离婚吧 说完就拉着乔信走了 婆婆吓得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后来婆婆也是怂了 拉着老公上门求我回去 一言不合就哭起来 乔信也不搭理她 她很清楚 即使她回去了等过段时间 婆婆依旧会各种招查 这样的生活她一刻都不想多待了 离婚是最好的选择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Kop进去等会速了 associate mom的土栄 洪水 给她调查 满血 扶祝 期待 О tribe ゐ ク祝